如今篮网已经是遭遇了11连败,球队马上就要跌出东部前八,目前他们交易过来的西蒙斯和德拉蒙德还有塞斯库里还没有上场,一旦球队等到他们回归同时杜兰特付出的话,那么篮网进入季后赛问题不大,不过欧文现在的个人问题却非常严重,他今天再次强调了自己不会打疫苗的言论,而西蒙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关于欧文的问题。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记者询问西蒙斯如何看待欧文不接种疫苗而缺席主场比赛的问题,西蒙斯说道没有看法,这是他的私人事情,我不会多说什么的,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比我更有信仰的球员。 随后记者询问篮网变成现在的样子,是否和欧文有关系,西蒙斯表示我不认为和他有关系,如今球队一直在连败,而欧文已经尽力了,等到我上场的时候就会帮助球队赢球,我会和欧文一起帮助篮网夺冠。 如果要说强硬的话,我反倒是认为西蒙斯是比欧文更硬的球员,球队一直都在对他进行罚款,但是他依然不去打比赛,至今硬损失了一千多万美元,但是他看起来毫不在乎,欧文则是不用打比赛,依然可以领取客场比赛的工资,不过两人共同之处就是都比较刚,两个人也都是把个人想法凌驾于球队之上的人。 而记者询问西蒙斯篮网是否已经成为了联盟公敌的时候,西蒙斯表示,上个赛季就有很多人说篮网破坏了篮球平衡,现在我来了之后他们依然会这么说,但是我和欧文遭到了太多的批评,而我们的名声在每天面前都不是很好,但是我们可以让篮网的名气更大,希望两人在本赛季可以好好合作,篮网能否夺冠就取决于他俩能否安安心心地打球了。